是做下列各函数的图形 第一小题y等于3的x次方 第二小题y等于3分之1的x次方 好那这边呢我们先来做第一小题的图形 x我们先带0 3的0次方呢等于1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点叫做01 好我们把点标上来01 再来x带1的时候3的1次方等于3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点叫做13 所以呢13我们把它标上来 好那接着呢x带2的时候呢 y就是3的平方所以等于9 所以我们的点呢是39 好我们一样把它标上来 再来x带3的时候呢 3的3次方是27 好那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图形 但是呢我们还是把点标上去 好接着我们x呢往负的地方负1带上去 3的负1次方是3分之1 好所以负13分之1 好3分之1呢大概位置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点标上来 好再来x等于负2的时候 3的负2次方呢就是9分之1 所以点呢会更靠近x轴 所以我们呢把点标上来 好接着我们用平滑的曲线呢 将这个图形连起来 好我们可以得到这条蓝色的线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 y等于3的x次方 好第二小题 y等于3分之1的x次方 好那我们呢一样的x先带0 所以得到01这个点 好那x带1的时候呢得到的是3分之1 所以我们把点标上来 13分之1 再来x带2的时候呢 我们把点标上来呢 3分之1的平方是9分之1 所以是29分之1呢 这个点在这边 好那x带负1的时候 3分之1呢是3的导数 所以是负1次方 再加上负1呢就变成了正1次方了 所以就变成了3 所以负1的位置呢 就会得到是在3的位置 好我们把点标好 好那x带负2的时候呢 就是3的负1次方的负2次方 所以就变成3的平方了 所以就是等于负29 好那最后一个呢 负3的位置带上去呢 会等于正27 我们一样把点标上去之后呢 我们用平滑的曲线 将整个图形连接起来 好那这条粉红色的图形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小题 y等于3分之1 括号x次方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利用软体的这个拉杆的功能呢 我们来让同学看一下这个动态的图形 当我们的底数假设为0到5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看这条黑色的曲线 好那我在这边慢慢的拉 那同学注意看黑色的这个图哦 从底数到5开始慢慢的减少 好慢慢的减少的时候呢 整个曲线呢就会变得比较的平缓 好然后到接近1的时候呢 整个曲线呢就会变成是平的 好那当小于1的时候呢 就开始变成了递减函数 好一直呢 到了很接近0的时候呢 整个函数是不是 左边就会上升的比较多 好那这边呢 我做一次快速的拉 好那我们就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个函数的变化的过程 好那这样子对函数 是不是有比较了解呢 好那这样子对函数的变化的过程